我叫常妇,现在在国家监控中心上班,异于常人的双眼经常能帮我在监控上捕捉罪犯逃跑的踪迹,因此我很优秀,但这样的我不是有什么特异功能,只因为我是一个患者。 小学五年级的接力运动会上,奔跑的我突然觉得周围事物变得很慢,然后我就晕倒在了一边。 事后父母带我去看医生,医生诊断出我患有动态视力,能看到常人看不到的瞬间,简单来说就是我的双眼有慢放镜头的功能,能专注盯着一件事。 但唯一的弊端就是我不能跑步,因为跑起来的话大脑接受不了所看到的信息,一句话总结就是眼睛太好了所以跑不了,医生建议最好戴上眼镜遮挡不必要的事物。 虽然我有病,但偶尔能看见别人看不见的风景,这也算是不幸中的大幸吧,不过更多的是遭受同龄朋友的欺负,他们觉得我是个怪人,只有封秀美愿意接受,成为我唯一的朋友。 可惜好景不长,秀美因为和怪异的我接触遭到孩子们的排挤,就这样她离开了我,我却连挽留都做不到。 我非常痛恨这双眼睛,为把它弄坏就一直守在电视前,可渐渐的我发现了电视的乐趣,学校不去房门不卖, 十几年下来,除了去复查眼科外,几乎都不出门,小小的房间就是我全部的世界。 父亲在一次意外中去世,我作为家中仅存的男丁,不能再这么荒废度日了,于是找监控管理员的工作,在这儿能看到人们的日常生活。 虽然这和电视剧很相像,但不同的是,这是没有剧本真正的现场直播,每个人都是自己的主角,因此我看得乐此不疲。 虽然刚出社会不懂人情事故到处碰壁,但是有幸结识了一位能理解我的大叔,出色的能力也得到上司的赏识。 然而就在这平凡的一天,通过监控我找到了儿时的玩伴秀美,因为他排斥外界的我首次想要去靠近一个人。 每天通过监控偷偷观察,走一遍他走过的路,会在他停住的地方放置休息的沙发。 一天,下着很大的雨,我鼓起勇气想去给他送伞,大叔也很支持并教我说一些好听的话。 然而我被当成了变态,好不容易找到秀美,我怎会轻易放弃。 先找母亲给我修了一个当下最流行的发型,捧着线花去找她时,她正因为接到演员面试而当街唱起歌来。 我听到跟着入迷,并顺手救下差点被车撞的她,选择再次表白的我又被她痛骂是变态。 我不想被误会就把自己的身份说出来,但她却说我认错人了,她不是奉秀美,而是吴秀美。 原本,我真以为认错了人,无意碰见也没去纠缠,而她却开始好生好气的和我说话,并使唤我帮她拿东西。 从那天开始,我们就有了交集,会一起吃饭喝酒,帮她演练台词,渐渐接触下来,我越加渐信她就是奉秀美。 也许有什么难言之隐说不出口,我不介意这些,只是对她的出现更加的关注。 每天通过摄像头看她去过哪儿,然后自己走一遍,绘画出对我而言更大的世界。 得知我在监控中心上班,她就时不时通过摄像头和我沟通。 一次,秀美的债主找上了她,我英雄救美帮她脱离困境,这让秀美十分感动。 她说想看海,想要有人能开车带她去海边兜风。 显然,我就想成为那个人,但问了周围的亲朋好友一遍,大家都穷得很,没有车,只有通过监控认识的一位公交车司机,他勉强算是有车一族,于是在司机的帮助下,我们乘车去海边。 可惜公交车不能出城,被交警拦下,不过我们之间的感情好像升温了许多。 一天,警察说需要我们找出强奸犯的车辆踪迹,我下意识地调出秀美的监控,却不见她的人影。 急迫地找过去,却因为不能跑步而频频摔倒,等找到她出事的地点后,谁想这是她的一次恶作剧。 通过这次,她意识到了我对她的真情实意,我再次趁气愤好表白,就算她不像小时候的凤秀美一样,我也喜欢她。 于是,我们俩有了新的突破。 晚上,我送秀美回家,没想到债主找上门并抄她家,本来我想冲上去帮忙,不料眼急突然加重, 所见之处一片朦胧,事后,在一堆废墟中,秀美找出了幼石我画给她的画像,她承认了自己就是凤秀美,小时候也是喜欢我,但在霸凌中,她领阵退缩了,所以,愧疚的她在一开始根本不敢承认,自己就是我要找的人。 我因为眼急加重,无心听她说话,这样的举动让她误以为我很生气,不肯原谅,于是把房子卖了,还清债款,无处可去的她就失落地站在街上。 此时,强奸犯的车辆在附近晃悠被查出,秀美也在犯人出现的地方再次消失不见,我害怕会出事,就赶紧跑去找。 秀美也真的是被强奸犯抓走,在差点被抓上车的那刻,我及时赶到,强奸犯在听见我的声音时就逃跑了,虽然人救回来了,但我的双眼因奔跑家用眼过度已经完全失明了。 不敢面对的我选择了逃避,在这晚我们分开了,一别就是几年。 几年后的一天,秀美回来了,她想和我打招呼,却见到了这副模样的我。 我全然不知,她一路尾随跟回了我的画室,虽然看不见,但秀美的一言一行早已记在我的脑海中,眼睛看不到的就用双手画出来。 日子一天天过去,但某天,我闻到了她身上的清香,猜出她回来了也一直跟在我身后。 几年时间,我释怀了眼睛看不见的事实,就再次和她表白,而这一次她答应了我。 好了,这就是今天萌妹带来的影片,慢放镜头,我们下次再见。